这期继续讲职员第70篇 陈兴绝对想不到的是 今天她的这个举动 日后却是造就了两个 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 被人冠以美女学者之称的张颖和黄燕 成为哈佛大学的特聘教授 两人在华尔街更是声名卓著 又因两人特立独行的性格 以及敢于向外界宣示的同性恋情 而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两人以后的成就 让陈兴大感意外 这也让陈兴一度对于同性恋人的精神世界大感兴趣 琢磨着这样的人 一旦专注认真起来 是否比起一般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将近一周的海诚之行 给陈兴留下最深刻印象的 无疑就是张颖和黄燕两人 为了履行对张颖和黄燕两人的承诺 陈兴为此还特地约了海大金融系主任曹文清出来一续 期间免不了厚着脸皮 暗示了海大最近组织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进修的事 陈兴提了提张颖和黄燕的名字 而后没再多说什么 他也不用太过于直接地跟曹文清说 金融系的三个名额要给张颖和黄燕两个 说到出国进修的事 再提下两人的名字 相信曹文清也足以明白他的意思 陈兴 下次我们可要去京城看你了 你说行不 和黎吐气如蓝地在陈兴耳旁说着 夹杂着淡淡清香的湿润气息 让陈兴耳朵一阵阵扫痒 又有着说不出的舒服 一双手轻轻地在和黎那纤细的腰部抹撒着 和黎兴许是开玩笑的话 却也是引得一旁的楚容 同样侧目而逝 笑意盈盈地看着陈兴 两人都知道 陈兴的妻子在京城来着 两人对彼此间见不得光的关系 也都是心知肚明 平常自然是极力避免 会有任何跟张宁宁碰面的机会 以免露出什么马脚 这会合力 却是主动说起这个来 多少是有些想让陈兴露出窘态 没事去京城干嘛 陈兴无奈地一笑 他还真不大希望 两人跑京城去 在海城荒唐也就罢了 要是还跑到京城去 让大舅子张明知道了 怕是该指着他鼻子骂一顿了 他在海城的这些荒唐事 张明可是都知道的 哼哼 随便说说的 瞧你怕得跟啥似的 我看呀 你准是个怕老婆的人 何丽嘴巴微微翘了起来 眼里带着一丝促侠的笑意 他也没真打算去京城 这跟怕老婆没关系 陈兴翻了翻白眼 却也没有更多辩驳的话 你就不怕我和楚杰俩人 可都是正值生理需求旺盛的年纪 你这几个月才能满足我们一次 有时候估计还要更久 这次要不是碰上你回海城公干 怕是不止几个月吧 你不怕我俩在外面乱来啊 哥哥 我们俩在外头的名声可都是不好哦 何丽眯着眼笑道 你的死妮子 谁跟你一样是需求旺盛啊 你要说就说你自己 可别把我算进去 楚容脸色一红 说出这话 她自己都心虚 要说这方面的生理需求不强烈 那纯粹是骗人的 呀呀 楚姐 做那个事实 叫得最大声的那个是谁呀 何丽转头看向楚容 眉眼笑成了一团 两人一下就打闹了起来 陈兴在一旁看得头大 三个女人一台戏 两个女人也差不了多少 这要是再闹下去 待会说不定又闹到床上去了 陈兴 你还没说我们能不能去京城啊 行还是不行 你就给个话嘛 何丽和楚容闹完 枪口又是转向了陈兴 腿长在你身上 你要去京城玩 我还能拦着你不成 陈兴摇头笑道 她有时还真拿合力没办法 不过兴许 就是对方的这种性格 才让她沉迷 我怎么听着 都有点言不由衷呢 楚姐 我看以后 咱俩要是去京城玩 还是悄悄去得好 也不要跟某人说 免得让某人不高兴了 不过话说回来 咱俩都还没到京城去旅游过呢 今年真该抽时间去一趟 何丽扫了陈兴一眼 笑道 你们真要是去的话 可以跟我说 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接待你们 陈兴苦笑 这会总不能装着啥也没听到 那真让两人觉得 他一点良心都没有了 不过陈兴显然也不会想到 他在京城待的时间不会长了 明年的幻界 已经让京城成为政治漩涡的中心 虽然以他的级别 离那个漩涡中心还远着 但因为跟张家扯上关系 有些事情就不好说了 因为张家也卷入了其中 张国华这个当岳父的 想让陈兴先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陈兴并不知道他在京城的时间 已经可以进入倒计时了 那可你说的 到时候可别连电话都不敢接了 何丽开玩笑地说着 他也没真打算去京城 但陈兴的回答还是让他心里挺高兴 陈兴和何丽说着话 无意间想到了张颖和黄晏 转头看了何丽一眼 何丽 你跟张颖和黄晏这些年有联系吗 没联系啊 怎么 何丽奇怪地看了看陈兴 他们两人好像是消失了一样 都没他们的消息 不过我是听说 他们都留笑任教了 哦 没事 陈兴摇了摇头 本想当成闲话一般 和何丽说说两人的事 几人都是同班同学来着 想想又不合适 张颖和黄晏 不愿意跟班上同学联系 大概也是不想让人知道 他也应当去尊重两人 没必要当大嘴巴 张颖大学时候就沉默寡言的 很少和人交流的 毕业后更是没了消息 我都跟他没联系 黄晏倒是有联系过一次 不过他好像也不太愿意搭理 变得挺高傲的 我也就懒得去自讨媒去了 何丽笑道 他俩应该是忙于工作 应该不是高傲 陈兴为两人解释了一句 算了 不说这个了 何丽笑着摆了摆手 目光在陈兴身上游离着 你都要走了 你说今天该怎么办 是不是该把你榨干了 再让你离去 看着何丽那逐渐燃烧起来的眼神 陈兴当真是在熟悉不过 何丽这是动情了 金秋十月 避空万里 一望无际的蓝天 纯彻得没有一丝杂质 蓝蓝的天 清风浮起 减少了些许闷热 机场 陈兴只拖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 轻装上阵 张明开车将陈兴送到了机场 末了 拿出手机 调出了一个号码 让陈兴记下 这是你萧哥的号码 你小子到南州去任职 有空就跟他联系一下 你萧哥他 最近正巧去南州的次数频繁了点 你俩有空就出来做做 张明拍着陈兴的肩膀笑道 陈兴一听 也不多废话 赶紧就记下了号码 张明口中的萧哥是张宁海 大姑张笑如的儿子萧国栋 年纪比张明还要大一点 陈兴有跟对方碰过一两次念 但都没对方的联系方式 那萧国栋倒像是咸云野鹤一般 每次都来去匆匆 陈兴也没特地去问对方的联系方式 没想到张明倒是主动给了 至于萧国栋 给陈兴的印象是挺好相处的一个人 也没半点架子 要是不知道他的身份背景 恐怕还以为只是一个中年大叔罢了 但要是知道萧国栋是军委副主席 萧定平的儿子 那谁都得出三分了 而按辈分 陈兴也得叫萧国栋一声歌 收起了手机 陈兴最后和大舅子张明寒暄了几句 今天只有张明开车送她到机场 妻子张宁宁又到处飞了 为了慈善事业 张宁宁尽心尽力 没有一丁点怨言 陈兴每每看到张宁宁回来一次 都忍不住要心疼 总是要劝说张宁宁不要这么辛苦 张哥 你回去吧 我这飞机也要快起飞了 该进去了 陈兴冲着张明道 那程 我先走了 有空到南州市去找你玩 张明闻言 也不拖泥带水 很是潇洒地冲陈兴摆了白手 转身就上车走人 陈兴看到张明走得这么干脆 也是好笑地摇头 这大舅子也是个妙人 要说张家这么大一家子人里 谁和他的关系最好 那就非张明莫属了 除了两人的脾气和得来外 跟张明曾经帮过他很多也有关系 王正调查 他在江海省的私生活 要不是张明帮着遮掩 恐怕还真让王正的阴谋得逞了 不管这是不是张明个人的意思 陈兴最感激的 无疑就是张明 换了登机牌 上了飞机 陈兴坐在靠窗的一个位置 想着这一次的南州之行 陈兴心里仍免不了有些激动 这是年内第二次前往南州了 上次是因为助学工程基金的事 才到南州登门拜访陈德时 这一次 却是因为工作调动而到南州 两者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即便是陈兴自己 也没想到自己的工作 又会这么快调动 到南州市 陈兴即将出任市委副书记 并将提名为副市长 代市长 级别暂时还是副厅 但往上一步 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这对于陈兴的仕途来说 是跨越性的一步 到了正厅 也才算迈入国家高级干部的行列 而陈兴从来没想到 自己从副厅到正厅这一步 会走得如此之快 尽管有了张家的助力 陈兴相信自己 上正厅不难 但这中间应该会有个过程 少说也要几年 以他的年纪 就算是十年都不算长 四十岁的正厅已经算得上年轻的 当然有张家的背景 不可能真的十年 但即便是陈兴自己估计 起码也得三四年 眼下却是突如其来的调动 陈兴自己都大感意外 不管怎么说 这对陈兴而言是好事 级别暂时还是副厅也无关紧要 等他去掉了头上的带子 那正厅就是理所当然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而且这时间最长也不会超过一年 随着飞机上的广播提醒着旅客系好安排带 飞机已经进入了起飞的准备状态 当那犹如雄鹰一样滑破苍穹的飞机展翅高飞时 陈兴俯视着逐渐渺小的地面 心里头也有种豁然开阔的感觉 新的人生即将开始 陈兴知道 等待自己的是更大更广阔的舞台 主政一方也才能真正地大展拳脚 手机已经关机 陈兴还有好多条短信没有来得及看 不过不用看也大抵能猜出是些什么短信 基本上都是祝福之类的内容 大多来自于高教司里的同事 陈兴昨天晚上才和高教司里的一帮同事 喝得烂醉如泥 想着最后不知道是谁送自己回来时 陈兴脑袋就是头痛欲裂 昨晚喝醉酒的后遗症还在 陈兴都隐约只记得自己好像抓住了什么东西 狠狠地拽了几下 仅有的记忆指到这里 而且这还是一片断断续续的记忆 剩下的陈兴记不起一点半点 早上起来时陈兴看到自己是躺在自家的沙发上 都感到匪夷所思 他不知道是谁送他回来的 更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开门进来的 又或者是送他回来的那人帮他开的门 陈兴今天并没让司里的人来送别 一来是不喜欢那种气氛 二来是高教司里的同事 其实没什么真心的朋友 陈兴也懒得去应付那种形式上的送别 干脆拒绝了众人的好意 再者张明已经说了要开车拉他到机场 轻轻按着自己的太阳穴 陈兴感觉自己身上似乎还有着一点点酒气 昨晚喝得鸣鼎大醉 酒气还没完全消散 陈兴自己呼出一口气闻了一下 确实是还有淡淡的一点酒精味 昨晚的事情想不起来了 陈兴也就干脆懒得去想了 不过想到昨晚聚会喝酒时 林玉培看着他的眼神煞是古怪 那眼神好似忧怨得很 倒像是他劝了对方什么事的 陈兴想想就觉得好笑 他这一条走 跟林玉培没有半点关系 但想想在高教司这十个多月的时间里 林玉培有意无意地在向他传递着暧昧的信息 陈兴都置之不理 如今又要掉走 对方该不会是因为这个生了一肚子气吧 陈兴只是胡乱猜测 但还真是猜了个星号星号不离时 林玉培昨晚也是喝得最疯的一个 壮四在宣泄着什么怨气 不仅找陈兴干了好几杯 自己同样大口大口地喝酒 他一人也不知道干掉了多少瓶 尾时让众人见识了一把他的真正酒量 林玉培真的是郁闷至极 王荣言走了 他并没太大的反应 因为他本来也已经决定令潘高知 想努力地搭上陈兴 为自己寻求一个更有前途的新靠山 陈兴早就被他视为囊中物 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 林玉培也有些气馁 但心里头却是不信这个邪了 他就不信是个男人会不偷心 他这么一朵花拿出去 怎么说也是在整个高教司里排得上号的美人 又不是长得对不起观众 他就不相信陈兴能一直架住他的公事 这几个月来 虽说他在陈兴身上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但林玉培却是一点不着急 反正他有的是时间跟陈兴玩暧昧 相信总有机会拿下陈兴 而眼下他在私里是对口向陈兴汇报工作 暂时也没人敢动他 不曾想陈兴却是被一纸调令调走了 林玉培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目瞪口呆 昨天晚上林玉培也喝醉了 他最后也是被同事俯走的 显然不可能是他送陈兴回去的 而此刻高教司司长陈丹英的办公室里 陈丹英正站在窗口前 目视的方向正是机场的方向 想到昨晚的事情 陈丹英脸上微微泛起了极许飞红 嘴上轻声嘀咕着 这陈兴平日里道貌岸然的 却也是臭男人一个 陈丹英嘴上如此编排着陈兴 但从他脸上的神情来看 却又好似没有太多的脑衣 一只手浑然味觉地搭在自己胸前 陈丹英脸色又红润了几分 呼吸更是隐隐急促了起来 昨天晚上送陈兴回去的情景 依依在脑海中浮现着 瘫倒在副驾驶座上的陈兴 看似已经烂醉如泥了 却还能时不时动一下 头又枕在他大腿上 嘴巴连着鼻孔 一直往他大腿上吹着热气 那种像挠痒痒一样的一样感觉 最后直接导致差点停车 生怕把车子开到马路牙子上去 偏偏当时陈兴嘴上 又不知道在咕弄着什么话 手在胡乱动着 一只手更是在他身上乱蹭着 吃了他不少豆腐 气得陈丹英都以为陈兴是故意的 要不是亲眼看到陈兴喝了很多酒 醉得一塌糊涂 陈丹英都恨不得将陈兴扔到马路上 轻叹了一口气 陈丹英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都在乱想着什么呢 这是陈兴自己不知情 他也不可能说出来 只能烂在肚子里 一想到这里 陈丹英就忍不住跺了跺脚 陈兴这次愣是吃了他豆腐 偏偏还让他无法叫苦 这心里头不是一般的憋们 海称 正要外出的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杨振突的接到了下面人的汇报 杨振一下子神情振奋起来 眼里闪过一丝锋芒 按道 行天德呀行天德 这下 看你还能不能蹦的 邓英今日像往常一样上班着 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了一年多 邓英重复着日复一日的生活 工作没有多大的激情 生活同样波澜不惊 忙的时候 加班加点 不忙的时候 闲得发慌 对于没有背景的普通公务员来说 工作和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 上进无望 下放奢望 临近下班的时候 邓英正在整理着红艳交代给她的一些文件 同样是女人 又都是漂亮女人 邓英却是得辛辛苦苦地做着打杂的工作 而红艳却是能惊口一丈 将事情都吩咐给其他人做 在市政府办公室里 有好事的人评出了市府五朵金花 邓英和红艳都榜上有名来着 但同人不同命 红艳是市长赵一平的秘书 邓英只是刚进办公室一年多的普通科员 在办公室里几乎是最底层的人员 要不是因为曾经跟陈兴的一次偶遇 而当时正好红艳也在场 见她和陈兴竟然相识 或许红艳都压根还不会注意到她 但即便是注意到了 红艳也就是仅仅在路上碰到的时候 会多看她一眼 然后不时地会交代点事情给她做 其余的并没什么特殊照顾 红艳的做法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她对邓英的态度 要是邓英同陈兴的关系而定 目前她也没见着邓英跟陈兴 有什么更深一步的关系 所以她对邓英的态度也就是那样了 不冷不热 但毫无疑问的是 红艳是将邓英放入考察名单中的 只要邓英和陈兴的关系 让红艳觉得有利用价值 红艳立刻就会将邓英用起来 五点半的时候 邓英才将手头的事情做好 收拾了一下办公桌 邓英提着自己心爱的包包 走出了办公室 要说考上市政府的公务员后 给她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那一定是非她的物质生活莫属 大学的时候 邓英因为家庭贫困 连学费都交不起 甚至都要出来 酒店坐台赚外快 不仅要供自己读书 还要寄钱 回去给父亲看病 艰难了度过了大学的四个年头 邓英总算是熬出了头 考上了公务员 不仅让自己的生活好了起来 而且因为父亲身体好转 家庭的经济状况 也改善了很多 邓英的生活 算是步入了正轨 如今对她而言 美好的生活就在眼前 未来的人生 有的是资本慢慢享受 生活 才刚刚开始而已 杨菊 咱们这是 要抓谁啊 怎么在这干等着 市政府门口 两辆警车悄然地 停在大门口边上 前一辆车子里 是市局常务副局长杨震 和他的心腹 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勇 还有开车的一个警员 后面的另一辆警车 则坐着几个刑警队的队员 那人在市政府里面 你倒是直接进去 抓给我看看 杨震翻了翻白眼 张勇一听 也当时晋升 难怪杨震要求 在这大门口等着 直接进市府抓人 的确是冒射点 毕竟是市府重地 张勇不吭声 杨震目光又盯着窗外 直至看到了 邓赢的那辆高尔夫 出现在了视线当中 杨震才朝身边的警员 挥了挥手 示意跟上去 邓赢坐着自己的高尔夫 先是到菜市场买了点菜 然后就直接回自己 租住的小区 车子进了小区的时候 邓赢都还没注意到 后面跟踪的两辆警车 将车子在停车位停好 邓赢提着菜下车时 才猛地被后面 冲上来的几个警察吓住 你们干什么 邓赢愣了一下之后 还算镇定 他现在也是工嫁人 市政府办公室的名头 拿出去也足够唬人 警察在他眼里 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突然出现的几个警察 还不至于让他惊慌失措 只是有些匪夷所思罢了 邓小姐 别来无恙吧 杨振下了车 今天这趟本是轻而易举的行动 杨振亲自跟过来了 也足见他对这事的重视 杨局长 邓赢目光一宁 警惕地望着杨振 杨局长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犯了什么法了吗 你要是不给我个解释 明天我不介意向红秘书说道说道 嘿 在市府办工作的人就是不一样呀 动不动就能拿大秘书出来压人 杨振冷笑了一下 邓小姐不知道听说过行秘书没有呢 什么行秘书 杨局在说什么 邓赢的身子微不可绝地抖了一下 很快便掩饰了过去 对于他而言 这点作戏的功夫并不难 只是心里却是隐隐有不妙的预感 邓小姐何必跟我装不懂呢 今天我既然过来了 难道邓小姐以为 我会吃饱了 撑着跟你玩文字游戏吗 杨振如同猫抓老鼠一样看着对方 若不是有十足的把握 杨振也是不会轻易抓人的 市政府办的人 即便是普通的科员 但谁知道 会不会是在哪个领导面前挂了号的 要是一不小心踩了地雷 那那就完大了 杨振说的 不会是那个早被判刑的邢天德吧 邓莹疑惑地看着杨振 装得还挺像 杨振笑着撇了撇嘴 朝旁边的人使了实眼色 那几个警员立刻上前将邓莹给扣住 杨振 你这是要胡乱抓人吗 邓莹脸色一怒 我邓莹虽然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但我相信市政府的领导 也会给我主持公道 那没问题 邓小姐完全可以去请市政府的领导主持公道 哼哼 你就是邢天德在外面的接应者 那照片在你手上吧 你藏得可真深啊 杨振戏谑地笑着 邓小姐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 杨局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看你是弄错了 我要给陈司长打电话 这里面肯定有啥误会 邓莹神情第一次发生了变化 给陈司长打电话 人家陈司长现在是陈司长了 能有空听你解释吗 况且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吗 你跟邢天德一伙 你觉得你自己还好意思 给陈司长打电话 杨振好笑地摇着头 邓莹到现在都还把别人当傻子 他既然敢抓人 那就是有备而来 陈兴那里肯定也是知会了的 南州市国际机场 南州市副市长张新军 带着市政府办公室的几名工作人员 在机场等候着即将到任的陈兴 张新军不时地看了看时间 眉头微醋 对于陈兴的到来 在南州市委 市政府内部都引起了不小的议论 陈兴的年龄无疑是很吸引眼球 也是争论最大的地方 张新军今年45岁了 在副市长的位置上也干了四个年头了 这次市长的位置空缺了出来 张新军对于市长一直想都不敢想呢 按照正常的升迁路线 轮也轮不到他 如果不考虑省委省政府可能直接从省里空降下来的因素 那么市委副书记沈灵岳市市长一职最有力的竞争人选 常务副市长李浩成也是一个 李浩成资历比沈灵岳差了点 但胜在省里的背景比沈灵岳来得扎实 不过这些都是在陈兴的任命下来之前的说法了 现实的情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原本众人猜测的意外情况也就是省里直接派个干部空降下来 但这种情况被人认为是可能性最小的 要不然也不会被认为是意外 因为省委省政府在考虑市长的人选时 不得不重视南州市的政治生态土壤 从南州市的具体情况出发 派个空降干部下来 只能说是最不明智的选择 面对有着身后根基的本土派干部 几年前市委书记秦建明空降下来时 已经引起本土派的极大抵制 但在全省一盘棋的大局上 本土派最终不得不做出妥协 因为这里面也有中央插手 南州市作为省会城市 省委不可能任由本土派干部做大 而且按照惯例 南州市市委书记必是省委常委里的议员 省委书记福佑军这几年来 一直致力于削弱本土派的影响力 几年前的那次较劲 福佑军和作为本土派干部 领军人的省长顺宝来 一开始就是明争暗斗 顺宝来期福佑军这个党委一把手 刚上任没多久 是要拿下南州市委书记的位置 而且当时正要退休的 原南州市委书记陈同进本 就是本土派的干部 本土派一系 自然是希望将这个重要职位 再次掌握到自己人手上 这不仅是一城一地的得失 更是关系省委常委里的一个席位 那一次的结果 大家也都看到了 新官上任的福佑军 给了本土派干部一个下马威 在南州市市委书记一职的任命上 福佑军胜了一筹 现任的市委书记葛建明 是从团中央空降下来的 有人说 这是福佑军一手促成的 只要不是本土派的干部 接手这一位置 对福佑军来说就是胜利 如果在这次较劲中 福佑军一来就落了下风 那么势必会给福佑军 才刚刚开始的省委书记任亲蒙上阴影 会大大影响其威望 当然 这里面是否有本土派一系 和福佑军私下做了什么交易 那就无从得知了 有那个资格知道的 不会到处嚷嚷 没资格知道的 也只能靠自己一策 但不可否认的是 本土派的让步 并不是完全没有代价的 沉浸在思绪中的张新军 正了正神色 又看了下时间 心说陈兴也差不多快到了 之所以会联想到几年前的事 那是因为这次陈兴的到来 同样跟几年前一样 引起了类似的风波 张新军了解的内幕 这次市长的人选 已经内定了本土派的干部 不管是沈灵月还是李浩成 两人都是属于本土派的 只不过在本土派里 两人各自的靠山不一样罢了 而省委书记福佑军 这次似乎也默认了市长 一直由本土派的人担任 毕竟市委书记葛建明 已经是由上面空降下来了 福佑军达到了一定的目的 也不想将本土派逼得过紧 否则引起本土派的反弹 对于福佑军来说 也不是好事 哪怕身为一把手 福佑军都不得不承认 本土派一戏在南海省的巨大影响力 双方原本看似已经达成了默契的结果 最后却又是被打乱了 中央直接空降下来一人了 陈兴被任命为南州市市委副书记 并且提名为副市长 但市长 这意思已经在明确不过 不管是以福佑军为首的外地干部 还是以顺宝来为首的本土派 都不可能搏了中央的意思 那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太大 不是本土派干部能够承受的 至于福佑军 恐怕对这个结果正在暗中偷着乐 可以说 陈兴的这个任命通知来得十分的仓促 甚至可以说让人有点措手不及 张新军记得 就在任命还没出来的前一刻 葛建明还在开会 布置着市委市政府下一阶段的工作 突然就在会上 接到了上级的通知 葛建明当时就愣住了 这搞突然袭击也不是这么个搞法 之前的风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但葛建明本人对上面的这个决定 却是一点都不抵触 他不是本土派一系 突然从上面冒出来一个人来 葛建明是乐于看到这个结果 葛建明表现得很淡定了 市委副书记沈灵月和常务副市长李浩成 可就不淡定了 两个人都被这个突然来的任命通知 砸得有点猛 两人咋一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 就是葛建明是不是弄错了 或者省里发错通知了 又或者打错名字了 不过两人也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当各自确定这一消息时 沈灵月和李浩成的表情都很是精彩 张新军当时就坐在李浩成身边来着 他都看到李浩成怒得差点拍了桌子 可想而知 对李浩成而言 这可能是被视为囊中之物的市长宝座就像是煮熟了的鸭子一样 飞了 嘿 沈灵月和李浩成都不想来接人 这陈兴要是到了见只有我一人代表市委市政府过来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张新军暗自琢磨着 市委书记葛建明是由指示沈灵月和李浩成分别代表市委和市政府来迎接陈兴 不过沈灵月和李浩成显然都是打算放鸽子了 李浩成则是让他来干这个差事 张新军自然是无可无不可 既然李浩成说了 那他过来就是 反正市长就算不是李浩成 也轮不到他头上 张新军没李浩成那么大的怨气 不过话说回来 张新军多少也有点可惜 他平日跟李浩成走得近 看对方脸色行事 李浩成要是如愿当了市长 那他很有可能就是市政府的二把手 所以说 陈兴的到来 多少是搅乱了南州市的政治格局 即便是张新军 多多少少也受到了影响 起码他自个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但对他而言 暂时还是赶紧李浩成的脚步才是 在张新军一阵混乱的思绪当中 陈兴的航班到了 张新军通过机场的贵宾通道 直接到机场里面来的 陈兴一走下来时 张新军一眼就瞅见了对方 其实这已经不是张新军和陈兴第一次见面了 前几个月 陈兴因为助学工程资金的事 到南州市来找陈德时 当天晚上 南州市教育局设宴款带了陈兴一行 张新军也出席了 是那晚唯一出席的一个是领导 因为教育口就是他分管的部门之一 而官场里就讲究个对等原则 陈兴是副司长 张新军这个副市长出面 实在正常不过 没想到几个月不见 竟会和陈司长一块共事 张新军笑着上前 用力握住了陈兴的手 用浑厚的力道 表达着自己的情意 是啊 事事难料 没想到会和张副市长您肩并肩的工作 以后咱们还该同舟共计 一起为南州市的发展天砖加瓦才是 陈兴笑着点了点头 陈兴说着话 感觉到口袋里的手机接连震动了一会 刚下来的时候 陈兴将手机开机了 调成了震动模式 这是有人来电了 张新军明显也注意到了 笑着看了陈兴一眼 陈司长先忙自己的事 没啥事 陈兴摆了白手 目光往张新军后面瞟了一眼 也就只有寥寥几人 陈兴神色淡然 心里却是暗暗记下 这市委市政府的人 架子可当真大得很 海诚 拿着手机在耳边听了一阵的阳阵 看着面前的邓英冷笑不已 邓小姐 电话也打了 陈司长可没工夫理你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陈兴肯定是没空 你用你的手机打 他怎么会不接 他现在肯定是在忙 待会再打 我一定要亲自跟陈兴通话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这里面有误会 邓英壮丝疯狂地嚷嚷着 杨震是当着他的面 打电话给他看了 但他不甘心 邓英知道自己 这一进去意味着什么 他同样也知道 杨震敢抓他 同样不会是随随便便 做出的决定 手头没有一点证据 杨震断不会轻易动他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杨震撇了下嘴 让人硬是将邓英给带上车 他满足邓英的要求 给陈兴打电话 算是很给对方面子了 没功夫 让对方得寸进尺 几辆挂着市政府牌照的车子 从机场内部驶离了出来 陈兴和张新军 坐在同一辆车里 车上 张新军笑着说 以后该改口了 不能再叫陈司长了 得叫陈市长了 陈兴淡淡地笑了笑 看着窗外宽敞的公路和绿化带 和张新军聊着南州市的城市建设 南海省还不算经济发达省份 南州市作为南海省省会 同样也不是副省级城市 省会城市作为一省的政治中心 并不是所有的省会城市 都有资格成为副省级城市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的是 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 兼任省委常委并不代表着该省会城市就是副省级市 只能说是一把手高配罢了 副省级市 顾名思义 被中央政府视为省一级计划单位 并且拥有省级政府的权限 而且 副省级市的几套班子的一把手 均为副部级 副职则为正厅级 副省级市的市职工作部门为副厅级 举个简单例子 副省级市的财政局局长就是副厅级 比普通地级市高半级 当然 这里要重点提一下的是 副省级市的市瞎线和贷管线级市的级别 依然是正处级 这一点和地级市是一样的 南州市虽然是省会 但依然还是在地市一级的范畴 仅仅是市委一把手高配 言归正传 南州市曾经在两年前 向中央政府申请升格为副省级市 但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会议上就没通过 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不管是从地缘政治因素 还是从经济发展方面的因素来讲 南州市想要申请升格为副省级市 的确是存在着明显不足 况且副省级市的升格 也不完完全全是由那两方面决定 这里面有着太多的利益因素 张新军笑着和陈兴说 市里这几年在城市绿化工程上投入了大量资金 每一年都能看到南州市的城市环境 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这是市委市政府努力的成果 陈兴听着张新军所讲 也不时地点了点头 如果是说别的方面 陈兴对南州市的了解还有所欠缺 但要是说到市容市贸的话 陈兴倒是深信张新军所讲的话 对方并没有刻意夸大什么 就陈兴几个月前来过一次南州 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印象就是干净 整洁 路上的时间 在陈兴和张新军的聊天中 很快就被打发完 车子进了市政府的时候 陈兴眉头微醋 看着前方 陈兴扫了一眼后 就将视线收了回来 市府大愿 进进出出的人并不少 但很显然 陈兴并没有看到想看到的一幕 看来市里的其他同志 工作都很忙嘛 陈兴眉头莫尾地说了一句 张新军一听 正了正 随即明白 陈兴指的是什么 他和陈兴已经到了 市里的其他人 连一个人影都没下来 陈兴就算是脾气再好 这回心里怕是也憋了一口气 心里想归想 张新军嘴上也只能硬到 其他同志可能都走不开 陈兴嘴角微微扯动了一下 他是省理新任命的市委副书记 还将提名为副市长 代市长 主持市政府的全面工作 这市政府的人 可当真是一来 就要给他个下马威 再想想 只有张新军一人到机场 陈兴心里了然 眼下这一幕 既是意料之外 又是意料之中的事 张新军的车子 刚进市府大院 即使待在办公室里的 常务副市长李浩诚 就得到了通知 站在办公室窗前 居高临下地往下看着 李浩诚正好看到陈兴 从车上下来 李浩诚目光阴致 眼前差点没一阵发黑 本将沈灵月 当成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李浩诚无时不刻 不再跟沈灵月暗暗较劲着 结果老天爷愣是给他开了这么一个玩笑 就算是几年前的重演一样 市长跟市委书记一样 又从中央空降下来了 这之前 李浩诚连半点风声都没听到 他在省里的那位靠山 之前还跟他说 省里不会派干部下来 将会从南州市本土干部当中 直接提拔一个起来 李浩诚是抱了极大希望的 除了沈灵月有资格跟他争之外 其他人也没这个资格 而他跟沈灵月的竞争中 尽管还没奋出高下 因为省里最后还没定下来 但他是占了优势的 谁曾想 结果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市长的宝座飞得太快 太突然 让李浩诚一点心理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昨天市委书记葛建明 还打了招呼过来 今天陈兴就到了 让他到机场去接人 李浩诚嘴上是硬下了 上午却是直接撂了担子 想到市委那边 李浩诚嘴角弯起一个弧度 沈灵月怕是也不知道躲哪去了 就在葛建明的眼皮底下 沈灵月不可能跟他一样 还敢大摇大摆地待在办公室里 估计是到什么地方去打发时间了 两人的心态其实都差不多 没法接受这个结果 真要是去迎接陈兴 怕是要绷着一张笔枯还难看的笑脸 兴许还做不出来 李浩诚就依然怒气难笑 看着楼下的沉心 李浩诚脸色阴晴不定 双拳不时紧紧握着 又松开 又握紧 又松开 可以想象得出 李浩诚心里有一股无名的怒火和不甘 当满怀希望 信心满满时 却被如此当头一棒 李浩诚心中的不甘可以理解 亦能体谅 只是在这等级分明的体制里 李浩诚不可能到处闹 那是对自己政治生命的不负责 这口气只能憋着 在窗口站了一会 李浩诚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转身就往外走 秘书将紧一步一驱地跟着 李浩诚边走边道 跟办公室的人说一声 上午我都在外面 没到市里来 将紧点了点头 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而后就跟着李浩诚 从另一个楼梯里走了下去 两人往下走的时候 张新军也正迎着陈兴上楼 一个从中间的楼梯上去 一个走侧边的 陈兴显然不可能遇到李浩诚 南州市某栋居民小区楼里 才刚刚三十出头的张若明 又像往常一样 提前从单位里溜了出来 他是市统寄局的一名普通科员 在市统寄局里 公务员编制不多也不少 但事业编制绝对不少的 张若明在单位里 也算是属于被人羡慕的对象了 不过羡慕他的 肯定是那些事业编制的 那些都是想绞尽脑汁 转公务员编制的 结果大多也是以失败告终 少数走了门路 最后转成的 也算是幸运 现在不比以前 想转公务员编制 已经没那么容易 除非一开始就是通过考试进来 明确是公务员编制的 张若明在别人眼里 是不少人羡慕的对象 但张若明自个 却是知道自己的苦衷 除了个公务员的名头 好听一点 其实生活也是苦逼得很 统计局没啥有水 而张若明更是手里没钱 背后没人 想在局里混个一官半职的 纯属奢望 在局里干了星号星号个年头了 现在也只是混了个主任科员 除了个虚嫌 屁都没有 这办公室的板凳坐久了 张若明在局里 也俨然成了老油条 还没到下班的点 就偷溜回家是常有的事 去菜市场买买菜 然后回家 就准备围上围巾 开始柴米油盐酱醋茶了 这几乎是张若明 这几年生活的一个大致缩影了 今天比往常溜得早一点 张若明从菜市场买完菜回来时 才刚刚11点 看着时间还早 张若明喝了口水 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下 打开电视 随意地按着遥控机 坐了几分钟 也没什么电视可看的 张若明才慢慢从沙发上晃了起来 熟练地系上围裙 典型的一个家庭富男的形象 11点半的时候 妻子接着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也回来了 张若明跟妻子两人是分工明确 一个负责买菜做饭 一个负责接儿子放学 妻子跟儿子到家 张若明也已经炒了几个新鲜火热的菜上来了 用电饭包包的饭也熟得很快 一会的功夫 一家三口就围坐在那张不大的餐桌上开始吃饭 每天都在重复着的一件事 却透露着温馨 电视上正在放着南州市电视台 这会是五间新闻的时间 张若明不知道听到了什么 抬头看了下电视一眼 冲着妻子李京就笑道 这天底下的事情还真是巧 咱们市里最近要上任的那位陈市长 跟我大学一同学的名字一模一样 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 你就做梦吧 你才多大 你同学要是能当了市长 那你岂不是也该混个处长当当 哼哼 人家是参谋不带长放屁不带想 你这个主人科员连屁都放不出来呢 在局里也干了那么多年了 大小事都差不上 李情翻了翻白眼 嘴里如此说着丈夫 李情也没真的怪丈夫无能 丈夫并非真的一点能力都没有 但家里就是没权没事没钱 没后门可走 那也就只能这样混日子了 李情说着话 见丈夫没动静 心到奇怪 不会今天被自己打击了吧 抬头看了丈夫一眼 却见丈夫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视 正发呆着 若鸣 我说你傻了呀 李情见丈夫眼睛盯着电视在发呆 抬手就推了丈夫一下 张若鸣一下子回过神来 指着电视就有点语无伦次 不 不是 李情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刚刚新闻上才在介绍那个新上任的陈市长 有个他以前在教育部工作的镜头 真的跟我以前那大学同学好像 我说你不会真的是在做白日梦吧 李情回头看了电视一眼 电视镜头早已经切换到了另一个画面 即便是没有 李情也不认得张若鸣的那个所谓 跟新上任市长同名的同学长啥样 眼下也只不过是下意识的动作 张若鸣见妻子转头过去看 无奈道 镜头已经过了 就算是没过 也不可能是你同学 李情笑着摇头 也不看看你几岁 你同学就算是比你年纪大点 顶多也就是待个两三岁吧 还不到三十五岁 就能干到市长的位置 你说有可能吗 你也别瞎想了 赶紧吃饭才是真的 天大地大 肚子最大 张若鸣见妻子不信 苦笑着撇了撇嘴 也没法说什么 就算是他也不敢肯定 刚才那个短暂播放的镜头里 真的是自己昔日的大学同学陈兴 尽管看起来很像 但这天底下 或许真有些同名又长得像的人 十几亿的人口 就算是出现啥再稀奇的事 也不算什么了 一顿饭吃得平淡无奇 对于张若鸣这个一家三口的小家庭来说 这也只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一顿饭 每天都在重复 但因为刚刚发生的小插曲 张若鸣却是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饭后 李情收拾着餐桌 张若鸣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了一下 起身就进了卧室 在抽屉里翻找着 你在找什么 翻箱倒柜的 李情走进来时 见丈夫将原本摆放整齐的抽屉 翻得有些乱 就皱起了眉头 没啥 对了 以前我大学时候的毕业照放哪了 怎么不见了 张若鸣蹲着身子 在找着桌子底层的最后一个抽屉 感情里还在以为 那即将上任的陈市长 是你同学呀 李情一听 当时有些哭笑不得 走到衣柜旁 他依稀记得衣柜里底层抽屉 放着一些老照片 都很久没去动过了 看一下衣柜里有没有 没有的话 我也不知道放哪了 都那么多年了 谁知道你有没有保存起来 有的 毕业照我有收起来的 其他没用的东西 或许会扔掉 毕业照怎么可能扔掉 张若鸣肯定地摇了摇头 李情在衣柜底层的抽屉里 翻找了一会 不多时 就翻出了一张老照片 诺 是这张吧 张若鸣一看 可不正是吗 欣喜地接过照片 仔细看了一下 张若鸣就指着照片 那略显青涩的陈兴对李情道 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陈兴 你这几天有机会 关注一下那位新来的陈市长 看是不是跟这上面的人挺像 真的假的 李情将信将疑地 顺着丈夫所指的人端向了一会 脸上满是质疑的神色 我也没说就是真的 只是让你这几天 有看到的话对比一下 看相不像 张若鸣一边笑着 一边自个摇着头 不行 我得打电话 问问以前海诚的大学同学 他们应该有跟陈兴保持联系 说不定知道情况 真要是你同学 你这些年也没跟人联系过 这同学关系 怕也就是那样了 你还指望着 人家能对你有所照顾啊 李情不以为然地笑着 嘴上说归说 李情心里 确实不认为自己丈夫 真能跟那新来的陈市长 是同学关系 真要是同学 那丈夫怕是有可能要跟着发达了 张若鸣两口子还在围绕着陈兴议论时 当天下午 南州市人民大会堂 南州市全市处级及以上干部 在这里召开了全市干部大会 市委市政府各纸属机关部门 市辖区 市属县市等主要干部 均悉数出席 省委常委 组织部长陈进东 省委常委 南州市委书记 葛建明等省市主要领导干部 出席了会议 下午两点的时候 会议正式开始 当陈进东 葛建明等省市领导 步入会场时 全场也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兴的位置在葛建明后面 随后才是市委副书记 沈灵月 常务副市长李浩成 在讲究排位顺序的官场里 毫无疑问 陈兴的位置 意味着其地位 在市委副书记沈灵月之上 即将被任命为 南州市委副书记的陈兴 将成为南州市的二号人物 下午的会议 是由省委组织部长陈进东 代表省委宣布 对陈兴市委副书记 一直的任命 而其副市长 代市长的职务 则将依照法定程序 由南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命 随后才是由市市人大会议 选举为市长 并不在下午会议的范畴 进入会场 个人都原先的座位 安排一一落座 陈兴坐在陈进东的右侧 身边正好是常务副市长李浩成 陈兴还是在下午会议 快要召开的时候 才碰到了匆匆而来的李浩成 有意思的 陈兴上午从机场到市政府后 李浩成连露半个头都没有 下午跟陈兴偶然碰到时 李浩成更是装成没看到一般 低着头行走 已经坐在台下等候的南州市广大干部 看到陈兴所处的位置时 就已经议论纷纷 知晓陈兴要来是一回事 真正看到陈兴又是一回事 此时此刻 陈兴成了众人的焦点 大部分人的眼神都落在了陈兴身上 且都在小声议论着 坐在上面的人听不到底下的人说的是什么 但无疑 所有人都在议论着陈兴 市委副书记沈灵月和常务副市长李浩成 都是紧绷着一张脸 各自都是心思难测 会议由市委书记葛建明主持 陈进东在葛建明发言的时候 目光扫视了偌大的会场一圈 不经意间又看了看身旁的陈兴一眼 陈进东愣是生出奇怪的感觉 这全场的干部里 他是没有一个比陈兴年纪小的 有很多都能当陈兴的父亲了 葛建明只是做了简短的发言 在场还有一个陈进东 比他分量更重来着 而且今天大会的主题 是宣布对陈兴的任命 不是市委干部扩大会议 葛建明讲了几句就下来 组织部长陈进东 上台宣布省委的决定 任命陈兴同志为 南州市市委委员 常委 副书记 并提名为南州市副市长 代市长 陈进东的讲话完毕 陈兴这个今天会议的主角 走上了主席台 随着陈兴走上前 众人的目光跟着转移 陈进东在打量着陈兴 葛建明同样在打量着陈兴 沈灵月和李浩诚的视线 亦是定格在了陈兴身上 而此时 葛建明目光微不可觉地 从沈灵月和李浩诚 两人身上扫过 眼里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站在台上 台下坐着一排排的人 陈兴有点感慨 这是他第二次经历这种场面 上一次是他在西门县 出任西门县副县长时经历 今天 与几年前的情况何其相似 不同的只是时间 地点 人物不同了 会议的层次更高了 而他 亦将主持一个式的工作 这毛都没长齐的小年轻 不会是紧张地讲不出话了吧 看到陈兴一直沉默 坐在台上的沈灵月 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比起陈兴起来 他的确有资格说 陈兴是小年轻 他今年可都五十岁了 比陈兴大了几乎二十岁 而今天 是陈兴第一次在全市干部面前亮相 要是就表现怯场了 那就该留下笑柄了 沈灵月心里有点幸灾乐祸 终究是年轻人啊 这时 常务副市长李浩成 轻声说了一句 脸上虽然没有嘲讽的笑容 但意思已经十分明白了 有意无意地贬低着陈兴 陈兴慢慢巡视着会场 要说怯场还不至于 只不过以陈兴的年纪 就坐在了这样的位置上 已经是成为别人议论的焦点 陈兴接下来 无疑是要力求低调 倾咳了一声 陈兴的讲话也正如其性格 简短有力 能站在这个讲台上的 我十分荣幸 我要感谢省委省政府 对我的信任 他们的信任 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与在座的诸位 一起为南州市700万人民 谋福利的机会 为南州市的经济社会和平 稳定 快速发展 做贡献的机会 陈兴说着顿了一下 语气轻松了几分 今天在这里 大家成了被开会的人 但各位在各自单位里 都是骨干领导 是给别人开会的人 我想各位 给人开会时 或许习惯了 自己做长篇大论的报告 但换成了自己是听众时 要是有领导在上头 讲了一两个小时 还对着事先写好的稿子 滔滔不绝 各位在将使尽鼓掌的同时 恐怕心里都在骂娘了 该骂领导 还有完没完了 催眠曲也不是这么个念法 陈兴这话普一讲完 台下不知道是谁先忍不住 发出了笑声 紧接着 笑声就有点成片 陈兴这个年轻领导 给了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做了个微微往下压的手势 陈兴示意着众人安静 笑道为了不让大家骂娘 我就长话短说 剩下的 我只有三句话要讲 陈兴脸色逐渐严肃起来 能到南州市工作 我很荣幸 也深感责任重大 我本人对自己有三个要求 一 珍惜机会 克尽职守 努力做到雇权大局 二 认真履职 努力工作 依法行政 接受人民监督 三 雷厉风行 清正连结 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不遗余力为人民服务 不管以后 我会在南州市工作多久 这三点 我都将努力做到 鞠躬尽瘁 这是我对我本人的自律 也希望能和各位共勉 陈兴的话铿锵有力 一字一句 坚定而洪亮 不仅让在场所有的人 看到了陈兴与之年龄 不相符的镇静 稳重以及他讲话的魄力 更是让台上的人感受到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 陈静东笑眯眯的带头为陈兴鼓掌起来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看着陈兴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葛建明更是若有所思的看了陈兴一眼 沈灵月和李浩诚的掌声四有四无 两人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别人都在鼓掌 两人又不好什么动作都没有得干坐着 看起来倒是有点意思 此时 陈静东目光从葛建明等人身上飘过去 眼前的陈兴倒是让他有点刮目相看了 这南州市一向是本土派的大本营 这以后的证据可就有意思了 南州市国营钢铁厂 位于钢铁厂后边的员工宿舍里 陈德时的家里迎来了一位老朋友 说是老朋友其实也不是说关系特别好 而是大家都是在钢铁厂里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友 早就认识有着这么一层关系而已 老陈你就不能帮我这个忙 你跟那位新来的陈市长认识 你肯定能跟他说得上话的 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燕子被判刑 他是被人害的呀 陈德时那并不宽敞的两居室里 有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苦苦殃求着陈德时 老人叫周柴峰 南州市国营钢厂的一名老工人 已经退休在家 同样住在这一片早年建起来的老宿舍里 其口中的燕子正是其女儿周燕 大学毕业后也进了钢厂工作 在财务科里当了一名会计 后来成为一名主管 每个月也有六七千的收入 在南州市这样的城市里 工资不算特别高的 但也不低了 能过上相对滋润的生活 主要也是因为 钢厂这几年的效益不是很好 要不然工资福利待遇还能更好点 但不管咋说 周燕比起大多数人来 已经算得上小康 周柴峰和老伴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女儿毕业后 因为她和老伴都是钢厂的老工人 女儿是享受到钢厂对员工子女的特殊照顾政策的 所以那会才比较容易就进了钢厂 当时钢厂的效益正当好 即便是财务科的一名普通会计 也有三四千的工资 每个月还有各种补贴啥的 实际收入其实更高 周柴峰本以为女儿的工作也有了着落了 这辈子也不用操心啥 哪知道女儿婚姻并不幸福 结婚三年后就离了婚 后来独自一人生活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周柴峰夫妇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说是女儿攀上大领导了 给领导当情人 这才能当上副主管 周柴峰曾经也质问过女儿 妇女俩还为此大吵过 后来闹得妇女关系愈发得差 周柴峰眼见管不了女儿 也就眼不见为敬 索性不再管 省得老夫妻俩自己闹心 但这一次 女儿据说是跟那位领导闹翻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还要被判刑 周柴峰跟老伴坐不住了 从前几个月 女儿被派出所的人带走后 雅老夫妻就到处拖门路 走关系 希望能将女儿捞出来 但不仅没有半点效果 最近反而还听说 女儿的案子提交法院了 要被判刑了 可能要判好几年 雅老夫妻更是急得团团转 最后求到了陈德石头上 这才有了眼前一幕 周老哥 不是我不想帮您 关键是我和那位陈市长也不熟啊 我跟他压根都不能算是认识 你这让我怎么好意思上门去开口呢 陈德石无奈地看着周柴峰 倒不是不帮 而是他帮不上忙 别人以为他跟陈兴有关系呢 其实陈德石自己知道 上次是人家陈兴给他面子 才会登门拜访 但对方过来拜访是一回事 他这冒冒失失地上门去开口 又是另一回事 老陈 我都听说了 那位新来的陈市长 曾经到你家来坐过 那时候他还没调过来呢 就冲着他会亲自上门到你这来 你怎么着 也能在他面前说上点话 哪怕他 要是不肯过问 你去帮忙说了 我也无话可说了 周柴峰几乎是哀求着陈德石 他也是听说了几个月前的一些事 知晓这位陈市长 正是之前那位陈副司长 这才会找到陈德石家里来 老陈 我和柴峰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她就算是再怎么不好 终究是我们的女儿 何况这次我们还听说 她是被陷害的 是张新军那个王八蛋 故意在整她 要让她坐牢 燕子真的是冤枉的 周柴峰的老伴陈平 带着哭腔道 哎 这 这真的是难着我了 陈德石苦笑 从私人感情上来讲 他也希望能帮到周柴峰和陈平两口子 但问题是 他对自己能够跟陈兴说上话 也没把握 而且 这是涉及到了一个是领导张新军 周柴峰和陈平两口子 虽然口口声声说是张新军要整他们女儿 但又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空口无凭 他总也不能到陈兴面前去搬弄一个是领导的是非 老陈 如果你是被张新军打击暴富 那就当我们两口子啥都没说吧 你要是有这样的顾虑也是对的 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无权无势 斗不过那些当官的 碰上这种事情 躲都来不及 哪里还会去惹祸上身 周柴峰眼见陈德时一直推托不肯答应 最后自嘲地笑了一下 拉着老伴就要起身走人 周老哥 你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我老陈绝不是个畏惧强权的人 但这是没有半点证据 我就算是厚着脸皮去找那位陈市长 也不知道该如何说啊 陈德时赶忙拉住了周柴峰 他一向认为自己做人图的是一个安心 别人有困难 自己能帮得上忙的 一定要尽力帮忙 此时周柴峰如此说 陈德时心里也很不适滋味 周柴峰见陈德风拉住了自己 见这激将法对陈德时还真有点用 灯石又道 老陈 是我抢求了 你有你的苦衷 那张新军又是副市长 你有顾虑是对的 今天你就当我和老伴没来过吧 哎 只怪我那个女儿自己不争气 走错了路 才会落得这不田地 周老哥 你这样说真的是让我良心难安 陈德时叹了一口气 咬了咬牙 周老哥 我尽力吧 我去找陈市长 如果他肯见我 我会跟他说这事的 至于他管不管 我就无能为力了 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了 好好 老陈你做到这样 已经是对我们的最大帮助了 我和老伴也不敢再奢求什么了 周柴峰感激地看着陈德时 老陈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周老哥 你别这样 我们也都认识了三十多个年头了 你年长我几岁 以前对我也颇多照顾 现在我能帮点忙 尽力帮忙也是应该的 陈德时摇头道 位于南州市长兴路八号的省人大办公楼 常务副市长李浩成 在市人民大会堂 开完下午的干部大会 在省委组织部长陈进东离开后 也匆匆坐车离去 不多时 李浩成的车子就出现在了省人大 下了车的李浩成 竟直往省人大的办公楼走进去 老书记 连你也不知道这个陈兴是什么来头 省人大主任汪清海的办公室里 李浩成恭敬地坐在汪清阳面前 脸上满是浓浓的不甘 汪清海 前南海省省委副书记 两年前卸任省委副书记的职务 当选为南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尽管汪清海担任省人大主任后 已不再是省委常委 实质上处于半隐退的状态 但在南海省官场 却是没有人敢忽视 这个南海省曾经的政坛长青术 哪怕卸下省委副书记一职 汪清海在南海省政坛 依然是前三号人物当中的一个 汪清海没有回答李浩成的话 慢慢地走了一遭功夫茶 这才给自己倒了一杯 给李浩成沁茶时 李浩成更是赶紧双手捧杯 那姿势怎低一个千功了得 至于汪清海之前 把他酿了好一会 李浩成更是连半点怨言都没有 在汪清海面前 李浩成永远都是一副 毕恭毕敬的样子 他能有今天的地位 也是汪清海一手提拔的 只要稍微熟悉一点 南海省官场的人就知道 李浩成曾经给汪清海当过通讯员 那时候还是汪清海在县里任职 很早期的事了 小李 这次也只能怪你自己命不好啊 汪清海轻拟了一口茶 看着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李浩成 汪清海眼里也是颇为可惜 没将自己的人提到市长的位置上 对汪清海来讲同样是一个损失 老书记 难道真的没有任何希望了 李浩成不甘地说了一句 以他的智商 时事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 在官场待了这么多年 李浩成不是出入体制的矛头小伙子 陈兴的任命都已经下来 那说明 这一切已经是盖棺论定的事 除非说是在人大会议上 否决陈兴提您为副市长 但市长的任命 只是这可能吗 李浩成看了汪清海一眼 若是汪清海点头 那便是有可为 但就算是李浩成自己 也不敢抱有任何奢望 汪清海不可能做出那种出格的事 因为这种事 在别的省份并非没有先例 直接后果是中央震怒 当地的相关领导 都直接或者间接地被调整 小李 你也还算年轻 以后还有机会 这次没争取上市长的位置 下次说不定还有更好的机会 师之东鱼收之丧鱼 这天底下的事可都不好说 汪清海笑着安慰着李浩成 他也知晓自己这位心腹爱将不甘心 但事已至此 汪清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若是南海省内部的事 他或许还能帮李浩成争一争 但偏偏 陈兴是中央下来的 这也让汪清海 没法纵横百合 他有本事让陈兴通不过南州市人大的任命 最后灰溜溜走人 但中央也有本事 让他这个省人大主任提前回家养老去 汪清海不敢冒这个险 李浩成很是沉默一会 若是别人这样安慰他 李浩成怕事该发作了 这一等 谁知道又要等几年 到了他这位置 年龄就显得分外宝贵了 在这官场里 其实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说法 其中就有这么一个 48岁 若是还没上政厅 那以后也就没多大潜力了 当然 这种不成文的说法 并不是就有多么绝对 只要能有强力背景 什么都有可能 不过真要是有什么强大背景的人 也不可能到了那年龄 还在为一个政厅级头疼 李浩成今年才43岁 他这个常务副市长 还算年轻 若是这一次能当上市长 李浩成以后就真的副省有望 官制副省 也是李浩成最大的奢望了 再往上 想上正步 除非是中央有人 李浩成没那个背景 也不敢往那想 本以为这次有老领导汪青海帮忙运作 拿下市长一职 应该能有50%以上的把握 毕竟老领导 在南海省的人脉和影响力摆在那 运作一个政厅 并不见得就有多难 这官场里 一个萝卜一个坑 谁的人想占一个好位置 成为既得利益者 无非是做出相应的牺牲 汪青海已经向李浩成暗示 这次要大力支持他 李浩成本人更是抱了极大希望 但谁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戏剧性结果 老书记 陈兴到底是什么来头 李浩成再次不甘心地问道 刚才问了一遍 汪青海没有回答 还一副会莫如深的样子 李浩成终究是不甘心 再次问了出来 陈兴的背景 嘿 比你想象得要大 跟京城那个张家有关系 汪青海抬手指了指天 神情也严肃了几分 谈到张家 哪怕对于汪青海这样的正部级干部来说 都会感到莫名的压力 那是真正的红色贵族 跟张家有关系 李浩成险些惊呼出声 满眼不可置信地望着汪青海 从对方眼中获得肯定的答案 李浩成深吸了口气 这个消息真的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消息 李浩成颇有些心悸地盯着桌上的茶杯 神情恍惚 两久 才苦笑了一声 老书记 看来我是没希望了 小李 这可不像是你的样子吗 你一向都是挺自信的 现在也不用灰心丧气 陈兴或许只是下来镀金 干个两三年 可能也就走了 你现在还年轻 等得起 不用操之过急 可以将这次当成一次积淀 陈兴一走 这市长的位置还不是你的 汪青海淡淡地笑着 老书记 这要是像您说的 那我这次也认了 就怕他不是 两三年我还能等 四五年我也等得起 要是他干完一届还不走 那我只能自个偷着哭了 李浩成摇头苦笑 当着老领导的面 他也只能这样素下苦 说得再过一点 他也知道汪青海不爱听 不会的 你现在想太多也没用 关键要沉得住气 陈兴可能干个两三年 捞点正极就走了 我看你现在 倒是应该好好配合这个陈兴 做好工作 他早日出正极 说不定就能早点离开 这对你来说 未尝不是好事 汪青海皱了皱眉头 老书记 你看我现在能心平气和地 配合陈兴工作吗 我是一肚子气 李浩成无奈地笑着 乍一听老领导 还要他配合陈兴的工作 李浩成心里这腻外劲 真的是别提了 当着老领导的面 也不敢表现出什么来 只能诱导 老书记 万一那陈兴 要是和建明书记 走到一块了怎么办 这两人要是联手起来 那南州市的局面 可真的是要被他们 控制得死死的 两人可都是从中央下来的 即便没有关系 但他们要共同面对 本土派的压力 说不定有可能联手 毕竟他们 没啥利益冲突 李浩成说的汪青海 也是微微一正 看了李浩成一眼 汪青海并不否认 对方说的情况 真有可能发生 要是那样的话 对于汪青海来讲 不是啥好事 作为本土派的 主要支柱之一 汪青海尽管和省长 顺宝来 在一些领域上的意见不一 双方有一定的矛盾 但也只是 本土派内部的事 对外的话 双方就算是有什么分歧 也会凝成一股劲 一致对外 这也是目前省委书记 福佑军 没法真正做到 完全掌控局面的原因 省政府有顺保来 人大使他汪青海 双方足以对福佑军 造成智肘 两人联手 让福佑军也不得头疼 葛建明可以争取陈兴 我们也不见得 就不能争取陈兴 这得看各自的手腕了 汪青海轻哼了一声 目光从李浩成身上扫过 汪青海又哪会不知道 李浩成心里所想 你也没必要跟陈兴过不去 眼下陈兴当市长 既然是已成定局 那你跟他搞好关系 又有何妨 葛建明要是想拉拢陈兴 我们未尝不能在 他们之间制造矛盾 南州市政府大楼 市政府秘书长江炳轩 带着陈兴熟悉市政府办公楼 到市政府各个直属科室 去走了一趟 转有了一圈回来之后 江炳轩给陈兴介绍着新办公室 隔了一小会 就有一个年轻人 站在门口敲了敲门 江炳轩回头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事宜来人进来 指着年轻人给陈兴介绍道 陈市长 这是您的秘书 邓清明 很优秀的一个小伙子 嗯 陈兴抬头看了对方一眼 冲邓清明点了下头 目光重新回到江炳轩身上 江秘书长 回头你先把咱们市里 最近五年的经济数据给我一份 我看一下 好 那陈市长要是没什么吩咐 我就先去忙了 江炳轩笑了笑 转头拍了拍邓清明的肩膀 小邓 陈市长刚来 很多工作都不熟悉 你这个秘书可得当称职了 我一定竭尽全力 努力为陈市长服务好 邓清明腰杆挺的笔直 宛若是在立军令状 眼里更是闪过一丝兴奋 从今天起 他的身份可是完全不一样了 成为市政府炙手可热的人 江炳轩很快就离开了陈兴的办公室 陈兴盯着邓清明看了一回 道 小邓 你也先去忙你的 有事我会叫你 好 市长你有什么吩咐 就随时叫我 邓清明点了下头 很是恭敬地退出了陈兴的办公室 后边 陈兴则是注视着邓清明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这是办公室给他安排的秘书 陈兴现在出来乍到 也就姑且先用着 副市长张新军的办公室里 江炳轩出现在了这里 一见是江炳轩进来 张新军起身笑道 炳轩 那陈兴没说什么 没说啥 他刚刚来 想要自个选秘书 也不了解情况 肯定是先用着我们 给他安排好的秘书 江炳轩笑着摇头 对了 李市长好像开完会都没回来 没有 不知道是去哪了 张新军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心说李浩成不知道上哪舔伤口去了 会这么快回来才怪 江炳轩应了一声 在张新军办公室坐了一下就离开 就在江炳轩刚出去的时候 张新军的秘书李德军 匆匆走了进来 在张新军身旁耳语了一句 只见张新军眉头微醋 走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 向大门口的方向望着 迟疑了一下 道 德军 你去跟门卫说一声 让门卫跟那陈德时说 陈市长没空见他 我马上打电话过去 李德军一愣 玄机点头 此刻在市政府大门口的门卫室里 老实巴交的陈德时正在门卫室里等着 他这是要来找陈兴来着 刚说明情况 门卫室这边的一个保安灯时就问了 你谁啊你 新来的陈市长是你想要见就要见的吗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随随便便来个人都能见市长 那市长的办公室还不被挤破了 陈德时被对方这么一说 硬着头皮说跟陈市长认识 让那门卫不信可以打电话过去问问 陈德时的态度也让那门卫心里没底 他不认识陈德时是谁 但要是真跟市长认识的人 他要是把人给撵走了 事后恐怕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于是 门卫就打电话到办公室去问一下 他虽然没法直接打到市长办公室 但门卫这边是可以直接打到市政府办公室 正巧碰到李德军在办公室里找资料 顺手就接起了电话 不得不说 这李德军身为领导的秘书 拟锐性和警觉性都不是一般的高 市政府的其他人可能不知道陈德时 偏偏他是知道的 因为陈兴上次以教育部副司长的身份 下来拜访陈德时时 当天晚上的宴席 张新军作为分管教育的是领导出席 陈兴也让市里把陈德时请来一块吃饭 李德军就知道陈德时这么一个人 而且还知道陈德时是南州市国营钢铁厂的 要是平常的话 李德军也不会多想 可最近领导张新军正碰上一些生活的小麻烦 李德军作为领导的心腹 对那些事情都是一清二楚的 免不了就联想到陈德时来找陈兴 是不是因为那件事情 那周燕可就是国营钢厂的人来着 李德军本着谨慎的想法 少不了跟领导及时汇报一下 至于领导是啥反应 那就不关他的事了 慢着 德军你亲自下去一趟 把那陈德时带到我办公室来 张新军临时又改变了主意 眼睛盯着那门卫视的方向 已经打通了门卫视电话的李德军 听到领导的吩咐 旋即又压下电话 快步地下楼 对于他这个当秘书的人而言 领导的吩咐就是无条件地执行 不需要提出任何一丁点质疑 这是李德军的行事准则 也是他能深获张新军欢心和信任的真正原因 张新军自当副市长以来 前后换了四个秘书了 他是第五个了 之前的几人 都是干了短短几个月就下课的 最长也没超过一年 唯独他干了四年了 仍然被张新军留在身边 张新军对他的信任也可见一半 小跑着到了门卫视 李德军出现 并且亲自请陈德时上去时 差点没让那拦着陈德时的保安眼睛掉到地上去 目睹着两人离去 那保安还纳闷地犯着嘀咕 心说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呀 那人找的不是新来的陈市长吗 怎么是张副市长的秘书出来接人了 张新军在楼上看着秘书引领着陈德时走进来 转身就进了自己办公室 不多时 李德军已经带着陈德时进来 陈德时普一看到坐在办公室里的是张新军 就有点犯迷糊 看到李德军要离开 陈德时也不懂得什么忌讳 忙到 错了 错了 年轻人 我找的是陈市长 李德军压根就没有理会陈德时 低着头就快速出门 还将办公室门从外面拉上 这时候 张新军也从椅子上站起来 看向陈德时 笑道 老陈 你找陈市长什么事 陈市长今天才刚刚上任 有很多事要忙 你有事可以跟我说 我同样能帮你解决吗 张新军说着话 热情地拉着陈德时 走到沙发上 按着对方就坐下 老陈你要喝开水 还是喝茶 我这边有别人送的上好龙井 你要不要试一试 不用 不用 张市长您忙 不用招呼我 陈德时被张新军这热情的过分的态度 给弄得一愣一愣的 脑袋都有点转不过弯来 手足无措地坐着 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特别是张新军口中 那一口一声亲切的老陈 把他叫得浑身不自在 没啥忙的 把你招待好也是工作 老陈 你是我们市里的杰出劳动工作者 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者奖章 为我们市里争了光 我这个当领导的 可也得以你为荣 张新军笑眯眯地望着陈德时 又到办公桌的抽屉里 拿出了一盒包装精致的龙井茶来 很显然是价值不菲 而后又是亲自忙活着倒热水 给陈德时泡起茶来 哎呀 老陈 你还没到我这办公室里坐过吧 张新军满脸笑容 一边在泡茶 一边又是在暗自观察着陈德时 他这番态度 无疑让陈德时更加不知所措 这也正是张新军想要达到的目的 只听张新军诱导 老陈 你来找陈市长啥事 陈市长现在忙得很 新官上任 有很多工作要做 你要是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能解决的都帮你解决了 也省得去麻烦陈市长 老陈你说是不是 是 是 张市长您说的是 陈德时这回 已经是被张新军的连番举动 给弄得晕头转向 只能点头硬着 他以前都压根没同张新军碰过面 除了几个月前 陈兴请他吃饭 他也看到张新军在座 当然 陈德时不知道 那晚是市里招待陈兴的宴席 是陈兴也把他叫过去而已 陈德时以为是陈兴请他吃饭 而眼下 张新军这热情的 仿若跟他是一家人的态度 让陈德时有点猛了 这年头关越大的 就越是为人民服务了 那老陈你今天来找陈市长 是什么事 跟我说说 我也能帮你解决吗 张新军笑道 张新军说着话 紧紧地盯着陈德时 他也不知道 陈德时过来 是不是跟周燕的事有关 反正姑且就这样试探了 要是没关系的话 喝两口茶 他也可以把陈德时送走了 张新军心里有自己的算盘 而他也以为陈德时 禁不住他这样的热情 有话都会往外道 殊不知陈德时此刻头晕晕的 却还是知道 啥话该说啥话不该说 张新军这样一问 陈德时也是一脸老实的样子 答道 张市长 其实我找陈市长也没啥事 我是刚听说陈市长 调到咱市里来工作了 所以就想着来看一看他 嗯 张新军微正 随即颇有些不幸地看着陈德时 老陈 你这是真话 当然是真话了 我哪里会有什么话 瞒着张市长您 陈德时憨厚地笑着 手心里 却是捏了一把汗 对他来说 讲谎话 也是极大的挑战 陈德时 要不是有听过一些风言风语 说是周柴峰女儿周燕 给张新军当情人 而周柴峰两夫妻 来找他的时候 又口口声声说是张新军 要整他们女儿 说不定陈德时此刻 真的哗啦啦 将自己过来的目的 说出来了 好在他虽然老实 但也不是缺心眼的人 脑袋瓜子 还不算一根筋 嗯 你来看看陈市长 也无可厚非 陈市长之前 可是到你家拜访过 你来一趟也是应该的 张新军盯着陈德时 看了一阵 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你这来得 不太是时候 陈市长今天才刚来 哪有那么多时间 是我想得简单了 陈市长是大领导 有很多工作要忙 哪像我这种小工人 那么清闲 陈德时附和着张新军的话 他一方面 不敢跟张新军实话实说 一方面也觉得 张新军讲的话有道理 心说自己正貌貌失失的 就来市政府找陈兴 的确是太唐突了 陈德时在张新军办公室 待了约莫有二十来分钟 张新军旁敲侧击 问了一些话 确认陈德时 只是简单来见陈兴 张新军也就放心下来 又忍不住有些自嘲 他这也是疑神疑鬼过度了 草木皆兵 这陈德时跟周燕 是同一个工厂 但不代表两人就有啥关系 亏他会联想到周燕的事情上去 太多疑了 认定陈德时过来没有别的名目 张新军就失去应付的心思了 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陈德时 最后还是陈德时知情识趣地说要走了 怕耽搁他的工作 张新军才很是干脆地把陈德时送到门外 比一开始的时候少了几分热情 但也仍满脸笑容就是了 一直在门外等着的李德军 一个侧身进了张新军的办公室 又叫门合上 向张新军询问着 市长 那陈德时应该不是跟那时有关吧 应该不可能 我们想多了 张新军笑着摆了摆手 对了 周燕那件事怎么样了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法院那边也已经打好招呼了 少说也能判他个三四年的 看他还老不老实 李德军眼带笑意 配合着其脸上的阴痕 有着一种另类的争鸣 办好了就好 这是你给我盯着 不要出啥差错了 一粒老鼠屎就能坏掉一锅粥 我可不希望在一件小事上阴沟里翻船 张新军神色颇有些烦躁 周燕那时 对他不算什么大麻烦 但也挺让他头疼 不管麻烦是大是小 只要是人都不喜欢麻烦 张新军原本跟周燕还亲亲我我来着 两人最后因为前的事闹翻 周燕嚷嚷着要让他身败名裂 还真的到公安局去报案 又到纪委去举报 张新军不胜其烦 索性就一不做二不休 打算将周燕送进监狱去 市长您放心 我一定盯紧了 不会出啥意外的 李德军看着张新军的脸色 忙不迭地应道 且说那陈德时离开了张新军的办公室 并没有立刻就回去 而是在市政府办公大楼里转悠了起来 张新军以为陈德时跟周燕的事无关 也就懒得再搭理 将陈德时送出办公室就了事 让陈德时能在市政府办公楼里逛了起来 此时 陈兴正在办公室里 和以前私里的顶头上司王荣言通电话 调任南州大学党委书记的王荣言 跟陈兴通电话时 心里头这苦涩感委实是无法抑制 他从高教司被调到南州大学这所部署重点高校来 级别又是明确为副部级 但他这副部级跟陈兴比起来 真的是没有半点优越感 有的只有浓浓的失落 他这是名声暗将 陈兴这却是实打实地要升官了 王荣言端得是有种情何以堪的感觉 不管心里是啥想法 王荣言都要主动跟陈兴联系 本以为跟陈兴可能不会再有啥交集 却没想到陈兴也会调到南州市来 还是全面主持市政府的工作 等着头上的带字去掉后就能扶正 王荣言自然要跟陈兴联系 南州大学就在南州市辖区范围内 即便南州大学是部署高校 但要想获得良好的发展 也少不得要跟地方政府打好关系 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 王荣言打这个电话 实在正常不过 他和陈兴约了晚上要出来碰碰面 一起坐下来喝喝茶 陈老哥 办公室门开着的陈兴 隐隐感觉有一个人影 在自己门口晃悠了两下 张头叹脑的 陈兴就转过头往门外看了看 一见是陈德时 陈兴惊讶地从窗户旁走了过来 他才跟王荣言通完电话 两人订好了晚上的时间 陈市长 您在这啊 陈德时看到陈兴时 脸上也有着意外的惊喜 他这一路过来 在不少办公室门外 都是张头张脑地往里面望着 不少人都奇怪地看着他 还有人质问他是干嘛的 碰到这种情况 陈德时往往都是憋红了脸 说是陈市长让他过来 有人会怀疑地看着他 也有人给他指了一个方向 陈德时心说 这要是再没看到陈兴 就要赶紧离开了 在这政府办公的地方 陈德时浑身不得进 嗯 你特地来找我 陈兴疑惑地忘了对方一眼 将陈德时请进了办公室 那啥 陈市长 能不能把门关上 陈德时看着陈兴 那就关吧 没关系 陈兴愣了一下 随即笑着点头 就要走去关门 陈德时却是比他快了一步 从他身旁窜过去 就把门关上 嘴上还一个劲笑道 我来 我来 陈老哥 有什么事还要关着门说 陈兴示意着陈德时坐下 给对方倒了一杯水 也跟着坐了下来 望着陈德时笑道 他才来第一天 对方就特意跑到市政府来找他 陈兴这心里的疑惑 自是不用多说 陈市长 其实我刚才 才从张市长的办公室里出来 陈德时不自在地说着 又显得语无伦次 我这次过来 是受一个老朋友所托 也是我们刚场的 他女儿最近要被判刑了 他说是有人要陷害他女儿 让我来陈市长 您这里帮忙说一说 他女儿如果犯了法 那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就算是你来找我 也是一样的 陈兴摇了摇头 陈德时讲的 听得他有点糊涂 一开始扯到了张新军 后面又是朋友的女儿犯了法 前言不搭后语 陈兴也是听得模糊 但少不得要先表明自己态度 不是 他那女儿说是被人陷害的 是有领导要整他 那领导说是 说是张新军 陈德时支吾了一下 总算是将重点讲了出来 正在喝水的陈兴 一口水直接呛到了喉咙 匪夷所思地望着陈德时 陈老哥 你说 你刚才才从张副市长的办公室里出来 可不是吗 刚才我在门口的门卫室那里说 要来找您 那门卫说 不是随随便便啥人都能见你的 要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结果他电话打了 一会就来了一个年轻人 把我带到了张市长的办公室 那张市长对我怎一个热情了得 我之前都跟他不认识 就几个前陈市长 您拉我一起去吃那顿饭 跟那位张市长碰过一次 那张市长刚刚却是一口一声老陈 叫得好不热乎 弄得我都不自然了 我都还没碰到过这么热情的领导呢 陈德时如实地说着刚才的情况 那张市长还问我来找你干嘛 我就说没事 来看下您 嗯 他还有问你什么没有 陈兴神色已经认真了起来 不负刚才的随意 那倒没有 就是挺想知道 我来找你干嘛 不过我没跟他说实话 我那朋友一直说 就是张市长要整他女儿 而且 我以前也听过一些风言风语 说那张市长 跟我那朋友的女儿不清不楚的 所以张市长问我啥话 我都没敢说实话 陈德时道 你没说实话是对的 陈兴点了点头 心到陈德时这么老实的一个人 幸好也只是老实 不是笨 当初有那么多民选择陈德时 担任助学工程基金的监管人之一 也就是 看中了陈德时的这份时程 陈老哥 你朋友女儿的事 有证据吗 还是都只是你们道听途说的 陈兴看着陈德时 若有所思 证据倒是没有 就是我那朋友女儿还没出事的时候 我们厂里边的人就有不少传言了 说他跟市里的某位领导好上了 后来有人说 那位领导就是张市长 我也是将信将疑 不过或许可能也是真的 陈德时那几乎是穿字形的眉头 拧得更紧 猛地想起了什么 拍了下大腿 道 对了 陈市长 您还记得那天你到我家的事部 就是您正要走的时候 刚到楼下 隔壁的宿舍楼里有几个警察 要带走一个女的 那女的还骂着张市长来着 她就是我朋友的女儿 她嘴里亲口说出张市长 可能是真的 陈德时这么一说 陈兴倒是记起了几个月前 刚从陈德时那里出来时 走到楼下撞见的一幕 她当时倒是没注意去听女子口中在叫骂什么人 那晚张新军以副市长的身份出席 陈兴隐约觉得张新军的名字有点耳熟罢了 如今听陈德时说起 陈兴这才恍然 微微皱起了眉头 陈德时亲自跑到她这里来讲这件事 那显然也是希望她能过问 陈兴却是有自己的为难之处 她刚刚上任 对南州市的情况不熟悉 更别说陈德时所讲的涉及到了一个副市长 陈兴如果贸然做出批示 那不见得就会有好的结果 陈市长 您要是为难 那就算了 我也是推脱不过这事 这才来帮着说说 但毕竟是没有真凭实据的事 陈市长您有难处也可以理解 陈德时见陈兴突然不吭声 也是本本愤愤地说着 陈老哥 这样吧 这件事我会帮着了解 但眼下我刚来南州 对情况不熟悉 你总要给我点时间 你说是不 陈兴看着陈德时笑道 陈市长 您 您这话说的 我都无地自容 是我给您找麻烦了 陈德时连连摇头苦笑 陈兴的亲和 让他很是感动 同刚才在张新军那里 所感受到的热情不一样 陈兴的态度 让陈德时心里更为踏实 也算不上是麻烦 如果你说的是实情 那我还要感谢你 不畏强权 敢于揭露罪恶和黑暗呢 陈兴冲陈德时 点头笑了笑 走到办公桌旁 写了一张小抄 陈兴递给了陈德时 陈老哥 这是我的号码 以后你有事 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 对了 你说的这是 那你的当时 是由市局 还是下面哪个分局办的 你去问一下 到时给我个答复 好 好 那我回头赶紧去问问 陈德时双手 接过了陈兴写的那小纸条 上面那一个电话号码 在陈德时手里 仿若是重若千金 陈德时离去 陈兴也陷入了沉思当中 在椅子上坐了一会 陈兴拿出了手机 给远在京城的薛大宝 打了电话过去 大宝 我记得咱们班上的张若鸣 好像就是南州的吧 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张若鸣啊 我有他的号码 不过是以前的 两三年没跟他打过电话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 还是那个号码 薛大宝说着 从手机里调出了陈兴的号码 给陈兴报了过去 我试着打一下 是不是就知道了 陈兴笑道 你小子现在不会 又在泡妞吧 没 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 一起出来K歌 不是泡妞 薛大宝被陈兴说得连忙否认 两人说笑了几句 陈兴也就挂掉了电话 这回 陈兴的秘书邓清明 正在走廊上 和李德军交流着什么 只听李德军道 进去陈市长办公室的 是个穿着老旧灰色 条纹上衣的半老头子吧 不错 德军你比我还清楚吗 邓清明惊讶地看了李德军一眼 他本来也是特意过来和李德军说说 李德军倒是比他还了解 我正好也看到 李德军摇了摇头 笑道 邓秘 以后你可就是我的领导了 我还要靠你多多关照 关照就不敢当了 互相提携 互相提携 邓清明笑的眼睛眯了起来 明显是很享受 何种被人尊敬的感觉 想想以前 他可还得恭敬地叫一声李秘书来着 如今就能直呼李德军的名字 态度也已经完全不一样 甚至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同李德军讲话 要不是他这个市政府头号大秘的位置 还没坐稳 邓清明怕是得更加高傲一点 德军 我先忙去了 邓清明拍了拍李德军的肩膀 也没等李德军说什么 转身就走 李德军在原地站了一会 看着邓清明消失在走廊 这才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吐口水 我呸 不就是踩了狗屎运吗 屁股下的位置还没坐稳 就敢嘚瑟起来了 要不是将秘书长相中你 你小子连给我提鞋都不配 用手扫了扫刚刚 被邓清明拍过的位置 李德军一脸厌恶地离开 邓清明过来说的是 他还得去跟领导再说一声 安静的茶室 铁观音特有的茶香 弥漫在空气中 刚刚参加完市政府晚宴的 陈兴和王荣妍 另找了一家茶店喝茶 人进茶香 别有一番意境 不同的 只有两人的心境 两人都没开口说话 不在同一个部门 两人倒更像是老朋友一般 彼此之间更为放松和洒脱 王荣妍尽管失落过一阵子 但现在也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 他调任南州大学党委书记 被人称作是最年轻的高校党委书记 事实上也是如此 46岁的王荣妍 是高校党委书记第一人 郑教授职称 但要让王荣妍自己选择的话 他宁愿不要这个结果 王书记没把爱人接到南州来 陈兴轻敏了一口茶 他对茶道的研究只能算是皮毛 不过茶喝多了 好坏之分还是能品得出来 关键是陈兴挺享受这种喝茶的气氛 现在也才刚在南州安顿下来 没那么快把他接过来 再说他在京城待久了 也有自己的工作 也不见得想要过来 王荣妍笑道 跟京城比起来 这南州可真的没啥好玩的了 他更喜欢大城市 以后我常回去就是了 也是在一个地方待习惯了 在挪地儿总会不喜欢 陈兴点了点头 今晚王荣妍找他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 两人就是出来坐一坐 聊一聊 霓虹灯下的夜色 喧嚣 繁华 作为南海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州市 同样也不缺少丰富的夜生活 张若鸣一家吃过晚饭 像往常一般 妻子到厨房收拾 张若鸣自个辅导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做作业 八点多的时候 儿子做完作业 一家人来到了小区附近的一个公园散步 对于张若鸣一家而言 这种生活每天都在重复着 温馨 平淡 充实 傍晚王华川那王八蛋突然叫我留下来加班 让我把去年的相关经济数据的表格再做一份 说是市里的领导要 老子都懒得鸟他 直接说家里有急事 关了办公室门就走人 真要留下来加班 弄到十点都回不来 他自己不知道把存档的表格弄哪去了 随便张下嘴就要别人加班 那小子真的是越来越混蛋了 张若鸣和妻子李晴 在公园找了一处石凳坐了下来 至于儿子 在旁边的那些健身设施上玩耍着 夫妻俩习惯聊着单位的事 他是个副处长 老爸又是局长 你这样子老是跟他对着干 在单位里终究不是个事 李晴皱了下眉头 你这脾气其实该改改 不然也不是办法 在单位里容易得罪人 也不会巴结领导 这样下去 一辈子都没出头之日 嘿 你自己也在单位里 又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 咱们本来就没权没事 没钱没关系 想要混上去 哪有那么容易 那种阿谀奉承的事 咱也不太擅长 能对领导说两句拍马屁的话 已经是极限了 你让我像个奴才一样 去装孙子的讨好人 我实在是做不来 再说我这脾气 也是看人的 我们处理那些一块共事的同事 哪个不是说我很好相处的 当然 领导除外 张若铭撇了撇嘴 他在市统计局 国民经济核算处工作 刚才提到的王华川 就是处理的副处长 说是副处长 那只是叫法 其实是副科 统计局是市政府直属行局 局长是郑楚级 局里 内设的各个处室的一把手是政科 但因为名字都是叫什么什么处 所以处室的一领导 一般也是称呼处长 但级别实际是政科 不错 色力气 后面就会要理不着用 主挨处的一把手是